能 squishy 好了 我们现在到了 这里 这里是八八窑 这是1间 三房市 所以 政府 已经 Upgrade 完了 所以 这间三房市有3个房间 后面这里 你看 后面这里呢 他们 那时候 是翻新过了 这种旧的三房式呢 以前政府翻新了 所以变成有三个房间 后面有一个小的房间 咱们上去楼上看一下 Let's go 这些旧的房子呢 楼下都很多那些一楼 一楼都有人住的 你看 这一楼最少都有十户人 这一座呢 也还 这座政府族呢还挺高的 看起来 哇塞 应该有20楼吧 周围的环境还不错 好了我们到了 其实这间屋子呢 还比我老 大概50年了 所以呢这是一个三房式 好旧了 好我们到了来看一下 应该是有两个师傅在里面 那这大门一进来呢 这个就是客厅了 这靠走廊嘛 所以这个窗户很容易给人家看进来 然后这边墙一定会倒 到时候 我们再往里面走的话 这里 第一个房间 这第一个房间呢就是 也不算大 也不小 其实这旧款的三房式的房间就是这样好 它只有一个窗户在这边 然后这里呢 你看 其实它还不小 其实这边可以做整排的厨 以前以前你看 以前他们的厨就是坐在这里 你看得到那个硬吗 到时候呢 我还没看到那个 他到时候正正的那个厨会坐在哪 可是我 我们所谓的建议啊 那个厨坐在这边呢 是最最好的 然后你过来的话 这里你看 可以摆床啊 还有书桌啊 什么都可以 来我们去看主人房 个壁这间呢就是主人房 其实 然后你看一样 一样的结构了 两两两间都大 至上都差不多一样 大小 只是这里的主人房呢 少了个厕所 因为以前旧旧款的嘛 这边是空调 空机 空调机放在外面 以前也是一样 那边他们也是做了那个厨 厨在那 到时候空调应该是换 我不知道它空调会不会换位置 我们来到了厨房这里 这就是厨房 这是三房室的厨房 因为这片墙壁呢 到时候我们会倒 倒这片墙壁 因为现在在申请当中 还没披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旧式的 这个三房室呢 厨房其实挺大的 你看 从我这边进来的话 你看整个厨房 这里都是 然后呢 以前旧式的呢 都是干湿分离 这里就是冲凉的 这里就是上大号的 以前旧式 旧款的就是这样 好就是这样 就算它 一个想要冲凉 一个想要上大号 都没问题啊 现在的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以前旧式的 没有那个主人房的厕所 还有这一间呢 就是 那个 upgrade的 翻新的 那时候我们也是 有拍过好几间 这翻新的 其实还不错 你看 它翻新的 也最起码可以放个床 然后这里呢 可以放个厨 或者桌子 或什么东西 一个小房间啊 假如说 家里有老人家可以住 或者当做一个储藏室 或者 供人房 好了 这边出来的话 现在今天 这两位师傅都在这边 做地砖了 因为现在很赶时间嘛 我们已经把后面的一些 弄好了 所以他们今天在那边砖 你看这里 里面的砖 已经开始上了 所以呢 买这些老的房子呢 最重要是 漏水的关系 所以啊 每次啊 你买房子之前呢 看一下 这些厕所 尤其是 冲凉的这些 这些冲凉的厕所 上面啊 这些啊 有没有漏水啊 这些屋顶啊 这些顶啊 有没有漏水 这里这些啊 有没有那些水 水的那些硬啊 还有这些 尤其是这些管 尤其是管的旁边 上面跟下面 要温的话 呃 剩水的话很麻烦啊 真的是 两个厕所啊 其实是两个啊 两个都 这边也是 这边会比较 没那么厉害 冲凉那边的 这个 这个会比较厉害 还有大致上 还有这边 也是一样 嗯 这边在隔温匹啊 今天呢 有两位师傅呢 在那边 呃 做砖嘛 因为那天敲了 还有到时候 呃 我们在申请那个 那个 敲那个墙壁的 已经申请上去了 只是还没披 所以在等 呃 一旦披下来的话 那片墙壁也是要敲掉 所以看来整间 比较 比较宽 看起来比较大 对吧 这间房子呢 是 大概 六十七平方米 然后 呃 是一间三房市 有三个房间 因为以前那时候 已经是 呃 upgrade完了了嘛 所以呢 现在的 这里的转售价呢 大概是在 三十五万左右啊 对三十五万 可是老房子了 这个很老了 因为它在大巴窑嘛 呃 算是 中心嘛 所以呢 稍微的 呃 那个 会比较贵一点 然后呢 这间房子呢 做了什么呢 其实做了很多东西啊 整间都敲完了 地上 墙壁 垫 水垫 油漆 还有那个格局啊 那个格局也是有改了一些 然后 大致上 厨啊 什么都做了 全部都做 包完了 应该要 过了年嘛 过了年 呃 应该是三月 才能交屋子 然后 到时候吧 到时候 它的进展 我再来拍给你们看 其实这间的 悄悄大大 也是陆陆续续在进行了 好啦 今天这一间我就介绍到这里 这间的那个 设计师呢 是Fora 那个女的 年轻的 小妹妹 今天的这间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啦 拜拜